今年来 驾考改革不断升级更新 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便是自学指考这一点 目前天津 包头 长春 南京 宁波 成都 大理等 多个试点城市 可以享受非经营性小型汽车驾驶人 自学指考 而换句话说 如果你正好在这几个城市 又正好你要考C1 C2驾照 那么选择自学指考 又需要满足怎样的条件呢 成本相比报考驾校 又当时如何呢 首先对于自学指考的陪练员来说 起码需要5年以上的驾龄 而且出了事故 需要陪练员负责 其次如果没有陪练员 或者该陪练员 不具备随车指导责 以及自学人员 没有具备合格的学习驾驶证明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上路练习都属于违法行为 要是被交警输出拦下来 那可就要按着无照驾驶进行数码了 此外 对于练习所使用的汽车来说 还需要加装副刹车 要得有资质的定点改装厂进行改装 费用大概在700元左右 有了这些条件 也不是想上路就上路的 必须在交通部门规定的时间路段练习 往往会避开市区反法路段 上下半高峰期 另外需要考科码 就需要租界相应的场地练习 学员要是天分高 学得快 那还好说 但要是领悟能力差的话 估计光是租场地的费用 都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那么总结一句话 报考驾校和自学指考 基本算是各有优势 对此 屏幕前的各位 你们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